电视剧《三生三世》虽然结束了 但剧中一众演员更是话题不断 该剧的配角的表现也是出人意料的抢眼 比如饰演离境的张冰冰 人气飙升程度那简直灭天 1993年出生的张冰冰是上戏科班出身 也是那种一投入到戏里就忘我的演员 从2016年的春节到2017年的春节 这一年张冰冰一路走在全粉的路上 简直就是个不磨人的小妖精 微微一笑很清沉重饰演KO 各穿的四天的戏剧就让人记住了 漂亮的一位真宗张冰冰饰演林一幕 堪称万能深情难二 不过本丝无辱 加上几乎从荡期的《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饰演风流多情又虐心纠结了离境 虽然都不是男主角 但是风头强劲 备在华丽密集 让不少网友感叹 躲过了那蓝荣弱 躲过了KO 躲过了林一幕 还是没能躲过离境 离境一出场 一副妖魅的面容 一笑百面声 不少网友表示 让人忘了蓝主是谁 有网友更是评论 刷新了我的审美观 有一种魅惑没 但是啊 你绝对想不到 张冰冰细话 可是有些害羞的主 非常吵架 让丽姐都觉得她 只有这个耍白甜 她花絮啊 是不是尴尬 这么多要犯了 今年装冰冰搭档 狗粒肉吧 出演第击传 各位注意哦 是男一号 她将使用杀伐决断 共同天下的秦始皇 营正 出道以来 首次担任男一号 又实演了一个 在地史上各个有名的千古帝王 到时候 不妨看看这个版本的营正 又刷起了你 怎样的认知高度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